喂喂喂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蔫花惹笑 博奖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 千雪 牛 第二百一十二集 嬷嬷那一脚 眼看着就要落在凤九儿的身上 九儿只是安静地跪在原地 竟然不躲不闪 如此 嬷嬷更加用力 几乎将自己所有的力气 再加上体重 全部都压在这一脚上头 可就在嬷嬷的脚 快要踹到凤九儿的时候 九儿忽然侧身一躲 嬷嬷惊慌失措 惨叫了起来 啪的一声 重重摔落在地上 这一下 摔得可是不轻 摔下去之后 竟然连爬都爬不起来了 九儿瞅了她一眼 依旧是面无表情 守在一旁的侍卫们 却有点忍俊不禁 想笑 却又不敢 憋得很是辛苦 圣上 太子殿下今日中毒之事 绝不是民女所为 民女 若是对殿下有半点不轨之心 昨日就不会亲自将殿下救治 还请圣上明见 凤九儿抬头 迎上启文帝的目光 仿佛刚才 嬷嬷摔倒在地上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般 人还倒在她身边不远处 她却已经一本正经地在对圣上说话 不得不说 这个小姑娘的胆量真的是很了不起 一旁的皇后 气得咬牙切齿 恨不得立即将凤九儿绑起来 先毒打一顿 可是 她现在已经在和圣上说话 自己若是还因为摸摸这件事情跟她过不去 就显得太小气了 这凤九儿果然是城府极深 让她现在憋着气 却有气没地方发泄 启文帝看着凤九儿并没有说什么 皇后已经压制不住 怒道 恒尔中毒之时 只有你一个人在场 更何况 包括本宫在内 至少十余人看到了 你出手伤了恒尔 当初凤九儿一掌打在战玉衡的身上 将她打得吐血 这事儿 大家都是亲眼看到的 凤九儿淡淡道 当时太子殿下中毒 民女立即以银针封住殿下的大穴 以防殿下身上的毒素蔓延 至于民女对殿下出的那一掌 那不是要伤殿下 而是要将殿下体内的毒素逼出 这一些 他们一般人看不懂 但后来玉衣进去 却是能看懂的 这件事情 今日清云也提起过 玉衣承认了她是在救太子殿下 而非是下毒手 要不然 清云也不会立场这么坚定 一直站在她这边 启文帝还是没有说话 皇后却冷笑道 既然你说 你做的事情是为了救横尔 那好 可以传今日会诊的玉衣前来对质 凤九儿没有看她 依旧是看着启文帝 圣上 民女不敢说宫廷的坏话 但只是希望圣上可以明见 玉衣的话 恐怕未必就是真相 你这话什么意思 皇后怒得一掌拍在椅子扶手上 不跃道 凤九儿 你竟敢污蔑宫中的玉衣被收买 你该当何罪 凤九儿还是不理她 她的话已经很清楚 圣上应该能听明白 其实现在 根本不是要看她到底有没有犯罪的证据 要看的 只是圣上的决定 是要屈服在荣皇后的威胁之下 还是要秉承公道 不过 只是圣上一念之差罢了 再多的证据 又有什么用 她看着圣上 皇后却盯着她 气氛有点僵住了那般 到后来 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了启文帝的身上 都在等待着她的决定 虽然皇后势力很大 但这里依然是圣上说了算 圣上一具信任 凤九儿定能被无罪释放 或是只要等到太子殿下醒来 或许事情就可以水落石出 谁都看得出来 皇后是有意针对凤九儿 才会等不及殿下醒过来 今夜就要急匆匆提审凤九儿 若是圣上放话 说要等殿下醒来 择日再审 那便是公然打了皇后的脸 圣上这是要保凤九儿 还是听从了皇后的意思 现在恐怕让她很是为难吧 皇后也是在等待 就等着看这皇帝到底要不要让她称心如意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 启文帝盯着凤九儿 淡然问道 那么 你是否还有解释的话呢 九儿眼底一抹幽暗闪过 没想到最后 这婚君还是选择了屈服在皇后的淫威之下 就连半点机会都不给她 民女无罪 这是她唯一能说的话 皇后眼底顿时染上了笑意 今日一整日的屈辱 这一会儿算是彻底出了一口气 圣上 既然她已经无话可说 那就话压定罪吧 民女无罪 凤九儿依旧盯着启文帝 但启文帝既然已经下定了决心 这会儿就不可能再改变了 她摆了摆手 既然凤九儿拿不出更多证据来 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那就 话压 凤九儿再无半句多言 看着侍卫将罪状书拿过来 她紧紧捏着掌心 就是不愿意松开 侍卫脸色一沉 两个人将她压住 另一个将她的手握了起来 凤九儿 既然认罪 还不赶紧花压 再不服从 只会吃更多的苦头啊 他们其实不想为难这个娇滴滴的美人 但皇宫大院之内 没有所谓的为难与不为难 更不允许同情的存在 今日不为难凤九儿 被为难的或许就是自己 侍卫用力一捏九儿的虎口 九儿只觉得手腕一阵剧痛 五指终于是给她捏开了 那侍卫拿着她的大拇指 不由分说摁在罪状书上 之后就将她犹如废物一般扔下 将罪状书取回给圣上过目 朕念凤家一门中烈 今日行刺之事定然只是你凤九一人所为 至于凤家吗 朕暂不追究了 但若以后查到凤家与此事有牵连 那便论罪 书连九族 凤九儿依旧面无表情 这样的冷静和她现在这个年龄 实在是不符合 启文帝不想节外生枝 便道 明日尘时 斩首示众 以敬效尤 丢下这话 启文帝站了起来 局部往外头走去 因为是在天牢里 大家也不行礼喧哗了 只是一个个轻身相送 皇后不知道有多开心 明日尘时 这分明是不给某些人机会赶回来营救 阿九如今在那么远的地方 就算数个时辰之后 收到了飞鸽传书 明日尘时之前 也不可能赶回来 不过 既然都要砍了 为什么不立即拖出去砍 这不是更加有保障吗